不休息菩萨 老人家的护佑 还有感谢我们院长 他非常的想念大家 还有感谢所有的前嫌给后雪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学习来学讲这堂课 其实这堂课后雪是在前一两天 感觉到应该是我们要互相鼓励 因为今天想说要完整的把这堂课 包括后雪想要 或许觉得说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很不简单 然后想要走修办这一条路 还有我们都想要成为我们技工老师 还有我们师尊师母 我们白水圣地不休息菩萨 两位老人家的一个得力的助手 那首先呢我们如何激励自己 如何让自己发光 那后雪觉得这一堂课应该是对我们都有帮助的 所以后雪就斗胆的 跟我们蓝讲师呢 非常非常的用心 然后他也一直在逼迫着后雪赶快订题目 那前两天的灵感是这个 后雪觉得在节观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劫难 其实相信大家都是认同的 因为我们每天的劫难 有的来自内心的转折 有的是来自无常 有的来自我们大大小小 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 每次的所结下的因缘不同 就有不同的成果 所以今天呢后雪就把这个题目呢定为 后雪打开一下 其实这一堂课呢后雪把它定为 节观中看到生命价值 可是要如何成为有价值 一定要从现在此时此刻的我们 重新出发 那重新出发最好的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目标 所以就是励志 然后自己要看到自己的 原来这一颗最纯净 我们可能从里天来的 这一颗最纯净的天心 是不是不见了 然后人心多了 人心一多呢 基本上我们的是非对错比较 还有计较的心 可能就多了 那这些人心多了 烦恼就多了 所以呢 这个题目呢 从立目标 然后看到自己的原来的这颗心 接下来我们就要行动了 就是了愿 那也是我们要一起来做的 就了自己原来这颗心 所发出来的愿力 包括我们想要带领我们的家人 走上修办这一条路 甚至改变命运 后学觉得说 这个时候就是要让自己清清楚楚的 所以呢 我们来看 大家有看到 应该都会有看得到资料 那第一个就是前眼 后学的资料可能太大了 所以那个前置有一点看不太到 然后前眼呢 就是从 大家还记得疫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吗 后学记忆中是从109年 可是呢 在台湾呢 我们在2020年的元月 后学记得2020年的元月 后学还去大陆一趟 去广州一趟 所以呢 那时候疫情回来之后 不久 就整个可能已经没办法再出国了 那辗转到现在 今年已经2020年的12月 今天就是15号了 有仔细去想过吗 其实这个漫长的日子啊 我们以前可能只要想念 或是众生有需要 我们就会可能来往 来往厦门 甚至从厦门出发到广州 到哪里哪里哪一个省 可是现在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 我们试着去想一想 这一两三年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自己 有很多的省思 后学是做了一个省思的 那从去年 后学正事 然后从去年中 后学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 随着 就跟随着我们老典牙师 一起 跟在他老身边 然后能够 希望能够做一点点 有辅助的作用 开始到现在 已经一年快 一年半了 这一年半来 后学加上疫情的关系 可能有很多 很多人因为疫情 可能就没办法再出门 可是这一年半来 我们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 老典牙师 每天都做了很多 很有意义的事情 包括 他老人家常跟后学说 他是来补学分的 他自己修得不好 所以是来补学分的 从住在佛院开始 所以各位前显 老人家 跟随在我们不休息菩萨身边 50年 然后从进入道场 应该是18岁到 18岁 18、9岁就进入道场 到现在 整整60几年来 那老人家还这么谦虚 所以给后学很大的 一个省思的 一个空间 那后学也在想 我从15岁进入道场 到现在 细数一下 应该快将近40年了 这40年当中 后学 有真正在修吗 然后有真正改变命运吗 后学可以给大家一个肯定 就是有 因为快乐渐渐变多 平静的心渐渐变多 所以这个省思 那当然后学 不能在这里 一一细数自己的省思 只能交由给各位前显 我们一起来做 这样一个动作 今天或许听完这一堂课 可以给自己一个 做一个省思的动作 甚至把它记录下来 日后 因为我们即将要再出发了 所以日后 我们开始要了愿的时候 或许你这一篇 你这个省思文 变成你一个很大的动力 也说不一定 所以后学截取了 从民国73年 在省思当中 后学在这个过程里面 后学看到了一些资料 在民国73年 东南亚 东南亚开始在开着一些班 尤其我们在台湾 还没有 可能还没有正式开过的忏悔班 老师就给我们一个慈悲 一个慈勉 慈勉的妙训 第一班就是立志 第二班就是发心 第三班就是疗愿 那立志发心疗愿 其实就是最好的灵药 也是最好的良药 也是我们心灵最需要的 那我们可能在座的每一位 在线上的每一位前嫌 我们大大小小可能都有发生一些事情 这两三年来 很多的变动 那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些变动 这些挫折 然后这些磨难 把我们的心都磨掉了 也说不一定 所以后选 再把这开唱会班老师给我们的慈悲妙训 再告诉大家 简单的说 我们要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就是从内心 重新出发 从自己的内心出发 那修道呢 唯有修道 能够改变命运 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从立志 有密切的关系 而半道与了愿 都是息息相关的 各位前嫌 很怀念以前我们 跟随在老点人师身边 或是我们的张点人师呢 随时都会到厦门去关心 然后甚至每一场都是非常多的 办了很多的 很多很棒的好事 那这些呢 救度众生的事情就是好事 那我们这些呢 以前都好像习以为常 很容易的 只要有经理在的地方 我们可能就是天命可畏 我们就可以办 随心所想要办的事情 可是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去不了 然后只能由当地的 一位后学觉得 他很伟大的一个陈点人师 然后陈经理他留下来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部分 我们可以从不变中 才能够觉得发现到的是 我们该感恩 该珍惜所有的经历 他们的不简单 他们圣诞天命 就得要因为慈悲 两个字就不能说不 也不能有所抱怨 甚至还要为我们解决 大大小小的问题 这些都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从发心之后 大小又串联了 立志与了愿 所以发心 各位前显 觉得重不重要 后学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人一定是自己从觉醒当中 做事情当中 与人接触当中 慢慢发现自己的心 你的心的作用 所谓说万法由心生 万法由心灭 我们从发心 从发现自己的心的走向 知道自己原来我还可以做到什么 我还可以为众生做什么 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家人做什么 我还可以为我的朋友做什么 那个叫发心 所以不是重发心愿 并不是特定的什么班 而来成立重发心愿 而是随时都在重发心愿 相信我们吉公老师 就是这样子的心 希望我们大家都是 能够在这个节观中有所醒悟的 所以为什么要立志呢 立志就好像有了方向跟目标 我们就能够推动 才能够进行 所以没有立志呢 就好像无头苍蝇啊 你没有方向 请问会打目标吗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方向目标 我们就不知道要如何往前 包括我们的目标 我们不休息菩萨的目标 就是希望他的后选们都能够 每一位都能够成圣成显 成佛 那我们的目标呢 最近老典人师常讲 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佛而已啊 各位前选 成佛谈何容易 可是又是当下吉事啊 当下我们的心念是什么 就是什么 所以一切的成功来自自向与行为 所以立志可以提升自己哦 然后让自己更好 这是后选想要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的目标 非常的重要 因为最近呢 我们在台湾这边呢 其实每一个坛 每一个公坛都在立目标 后选觉得这个方 这个应该说这个规划 中心有这个规划非常的好 督促每一位 每一位 甚至好像给大家有发心的机会 发心自己的机会 然后能够完成目标的机会 所以每一间公坛能够立下目标 大家重置层层 才会有所成功 才会有所结果 大家说是吗 后选觉得是 所以今天呢 我们已经年底了 2022年即将结束 我们剩下十几天的时间 各位前选 是不是为自己明年立下目标呢 所以 后选在这里呢 把不休息菩萨请出来了 不休息菩萨都是看着我们的 包括只要我们心里有他 他老人家是在我们的左右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立一个志向 那立志的重要性 有哪些呢 就是为了本固之荣 各位前选 我们的内心稳固了 一间公坛 每一个道亲的心稳固了 他自然而然 就能够知凡 就能够知凡夜貌 所以呢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给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本已经很坚固了 而且牢不可过 不会因为 所有的动荡而改变了什么 我们的内心 我们这一份悼念 悼心 而且我们很清楚 我们从 跪在佛前 然后得到三宝 经过民事一指点之后 各位前选 我们是何等的殊胜了 不许 可能经济啊 各方面有形有象的 这个局势的 不断的淬炼着我们 让我们也不断的在 让自己的内心 经历过很多磨难 其实这些都是在 稳固我们根本的 最 的一个基本的考验 所以仙佛常说 真道真考验真心啊 这个时候才能够 看得到我们的真心 后学非常的敬佩大家 在我们台湾这边 没有讲师 没有经理能够去到 我们的地方 厦门也好 或是任何一个角落的你 都没有办法听到 很多的道理 随时都能够听得到道理 你们都要靠自己的根基缘分 后学觉得各位浅显非常的不简单之外 也很敬佩 然后在当地中我们的几位讲师 能够把大家能够带得这么好 而且说真的后学觉得很不可思议 后学刚刚看了一下名字啊 有很多或许都没有看过的名字 相信应该很多的新人 很多的新人 或许在这能够跟大家广解 这份的善缘 真的一切都是感谢天恩师的 只有到场才有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机会 那我们又能够在线上见面 所以感谢再次的后学讲到这 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当地牙师 还有各位讲师的安排 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各位 各位我们所有在大陆这边的前显们 你们真的要跟你们拍拍手 我觉得很不简单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历史上 我们必得呼中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达到假设 没有办法完全的 真的历的志向没有办法很宏大好了 可是我们一定是不会低于 低于忠这个境界 那至于忠必得呼下 所以我们现在立志就非常的重要 然后立志于圣人或许不能达到 亦可免于凡夫 什么是凡夫呢 各位我们仔细去检视自己 每天早上起床 就开始烦恼琐事 都是自己的芝麻酸皮小事 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已 那这些呢 各位前一期我们就要小心 弱于凡夫 我们现在都已经不同了 因为我们得这一支点 人得一为大 所以我们都已经是 很不简单的一个人物了 因为我们已经登堂又入室了 所以一定是要立志 成圣成贤甚至成佛的 那立志于英雄或许不能达到 亦可免于小人 这些真的是非常的浅白 那相信各位前一期也会有所体悟 那立志为圣人呢 就是一定能够成圣人 所以刚刚我们的宝达讲师就有提到 圣贤先佛都是凡夫所成的 所修成的 人觉应有天觉贵 最近候选呢 有这个荣幸 在11月26号这一天呢 11月25 应该是11月25 大家还记得我们光会吗 我们光会的 我们的发一重得的 我们的道物中心光会 就是现地的真老坛主呢 他来结缘 那来结缘的时候呢 他成就了善师大仙 善就是善良的善 师就是不师的师 各位前一年 他献了一大片 成为我们的道物中心 相信他的不师 真的是不可限量啊 所以啊 他成了善师大仙 他来的时候啊 真的是跟他生前 讲话的口吻啊 口气啊 真的太像了 然后呢 他想完整的 在座的每一位 前写 每一位道卿 他都要教道 都要教道 真的是不太可能 因为那当天去呢 不是上班的日子 也非常多的人啊 所以呢 他就有一点急 他就说 哎呀 他很忙啊 他是一个在看 看着所有上研究班的 因为他还要回去看班 各位前写 我们道场有五年研究班啊 甚至我们还有讲陪班 甚至成为讲师的班 他说啊 我们啊 他忙于看那些班啊 完全都没有时间啊 各位前写 我们五年研究班要好好上哦 如果日后真的有进修班 一定要跟着上 因为此生不修啊 有肉体不修 回去还是要继续上啊 把它补齐啊 其实修 修到在经修当中 修着改也 就是改掉我们的脾气毛病 而已啊 脾气毛病虽然难改 可是我们有肉体啊 比较好磨练啊 所以呢 我们如果立志 这个时候立志为凡夫 那我们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就是以后日后走了 归空了 这个人世间的这一场 责任已经完了 可是我们还是凡夫一味啊 所以当我们立志成为圣人 就是为众生忙碌的你呢 一定会成为圣人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几个参考 所以唐太宗跟魏珍之间呢 就有对答啊 我们今天可以用很多的案例 其实不是以同为敬可以正义观而已 以古为敬可以以民心涕啊 以人为敬可以知得失 不是只有这些啊 各位先生我们把它细究起来 每一位都是 每一位我们所看到 所接触到的人事物 都是我们的禁止 尤其人啊 你今天为什么有一些人啊 你跟他打招呼 他为什么不跟你回应呢 有没有发现我们可能会找很多的理由 你现在的人啊都比较没有感情啊 现在的人啊比较无情啊 不知道怎么去 就是一些礼节啊 可是我们知道吗 有些时候是我们人啊 我们人我们每一个人内在都有一些盲点 所以为什么要修道 修道就是把自己负面的 渐渐渐渐渐渐渐的变少 让正面的阳光的面越来越来越多 这个就要修 让我们试着去问自己 你平常呢 你身边的朋友 你身边的朋友都是值得学习的 都是值得学习 代表你的 你的磁场是越来越好 能量场是越来越好 可是你的身边大部分都是 在讲一些是非啊 讲名与利的啊 各位前写 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 我们就要小心自己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啊 因为有一句话说 物以类聚啊 所以自己的磁场是怎么样 我们就会吸引怎么样的人 这个不可不谨慎哦 所以利和制啊 就成和果 所以天生我财啊 真的是天生我财必有用哦 可是关乎到我们的利财 利财 利的志向 就会让我们变成不一样的人 所以修行 为什么修行能够改变命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也可以成为英雄 可是也可以变为狗熊 以此提供给大家 那志向的种类呢 有下志 中志 上志 下志就是凡夫之志啊 我们说的饮食男女嘛 追生梦死 日复一日过了一天 中志呢 名利之志啊 那富贵公民追求这一些啊 成为有钱人不是不好 他能够行更多的财师 可是有一句话说 善财难舍啊 那我们人呢 你看哦 贪 贪至跟贫质 贫质它的 就是多了那一点哦 各位浅浅 它是个无底洞 尤其在这个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变换成虚无的 尤其这个这个世界啊 有没有发现 其实现在灾节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 所以呢 我们不可不谨慎 我们立的志向 我们贪恋什么 老天一定会顺遂你什么 可是顺着你的内心所想的欲望 跟有让你求名得名 让你求利得利 可是呢 你的道心没有了 道心没有了 享福啊 就是在消福 那一旦福报没有了 贪有可能就变成贫啊 所以内心真正的富贵 是内心富有的 内心丰富的 那我们今天可以检视自己 我们今天所求的是 让自己荣华富贵 给予自己的身吗 那如果是的话 各位前贤不要忘记 善用荣华富贵 好好的为自己行三思 这个也是成为 累积自己福报 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好的器具 可是啊 如果名利富贵 荣华你的身 你忘了道场 忘了道心 你就是随波逐流了 那就可惜了 所以志向真的是一念之间而已 那上智之人呢 就是英雄豪杰 不过前面发现 我们到场很多的英雄豪杰 你们知道吗 就在这一两个月里面 我们有好几位 可能归空的 归空的前贤 的经理们 还有几位 比较特殊的人才 他们来结缘 就像昨天 来结缘 有五位 五位来结缘 有两位 有两位成为天仙 有三位成为大仙 就这一两个月 我后学听到的大仙啊 然后成为那些 所谓的天仙 各位前贤 这些前贤们 他们都是 很用心在 修办这一条路上 甚至在立的志向 是非常清楚的 那有几场 或许都有在场 可能跟这样子的场子 更多了之后 发现到说 立志太重要了 那当然我们立志 不是只是为了求 那个先佛之名 我们立志是要 让自己修得圆满 让自己的内心 脾气毛病 真的越来越少 那当然 我们在修的过程 不用为别人贴标签 我们要反省的是 自己 所以这里有一句话 英雄跟圣人的差别 在于英雄要战胜别人 可是圣人呢 他非常不一样 他要战胜自己 的什么 心魔 心魔非常的严重 各位前贤 现在心魔 招来心魔的非常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我们官老爷 官圣帝君出了 伏魔增金 不要小看这伏魔增金 他这一部伏魔增金 官圣帝君伏魔增金 是在降服我们心魔 最好的一部经 所以现在不是要战胜别人 也不是用去战胜什么 就战胜自己的心魔 就好了 当你还在犹豫不定 当你还在 起起伏伏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是心魔来了 还是心中的佛来了 自己要分辨的清楚 不用跟着别人 起哄 也不用跟着别人 走什么样的路 我们就要走什么路 因为道 是体悟来的 而不是跟来的 跟着 跟着 那个人偏了 你也会偏 所以我们要立一个最重要的上上志 各位姐姐也不简单 所以张在说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胜记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或许忘记了 各位姐姐因为太久没有去厦门 没有去我们内地这边来传体 各位姐姐这个 这个繁体字大家看懂吗 可以 你们如果看不懂 等一下 欧雪给我们 蓝奖师 完整的资料里面 欧雪就把它 转换成简体字 不好意思 欧雪忘记是要跟你们传体 欧雪觉得我们都一样 都看得懂的 不好意思 那欧雪接下来讲 上上志 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志向 这个也是 自古以来 从欧雪觉得 跟随过 跟随过我们白水圣地 就是我们的老前人 跟随过我们不休息菩萨 就是我们的前人 这两位老人家 欧雪觉得 他们身上就看到了上上志 有上上志的人 遇到磨难 他不怨天尤人 还有 凡事只是反省自己 还有 总是有着艰苦 然后坚忍的心 不怕吃苦的一个念力 成为他们的动力 还有 他们知道自己 要以身作者 因为他有众多的后学 都跟着他们走 还有 在日常生活中 即便遇到什么事情 也是要老实吃饭 老实睡觉 老实讲道 老实 所有一切都是老老实实的 一天一 然后 或许继续说 或许要再说 一位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也是我们怀念的 我们的老典人师 我们院长 或许不是说 跟随在他老身边 一年半来 或许看到的 我们的院长 各位前行 大家想不想念他老人家 想不想念 想 很想念 很想念 想念 真的 后学 后学要跟大家 说后学的一些 小小的心得 跟随在他老身边 一年半来 看到一个 太不简单的一个 一个老人家 就是他老的心情 后学可以知道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遇到很多的 我们刚刚说的心魔 或是磨难 或是内心 有种种的 每一个人的经历 每一个人都有 可是后学 亲眼目睹 他老人家从 可能在遇到太多的考验当中 或是 不一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在做的事情 而且他每天坚持的事情 还有他老每天的存心 他老一心一意想要完成的事情 不怕吃任何的苦 然后也不怕 可能 偶尔他也会累 可是 很奇怪的就是 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 或许觉得 上上至的人都有这种特质 就是讲完之后 一定会为自己 说 以前啊 前老就常说什么 就是我们白不休息菩萨常说什么 然后以前我们白水圣地 就是我们老前人在世的时候常说什么 以此为自己一个鼓励的一个基石 所以真正的圣人 后学觉得说 真正诚心做佛的人啊 真的是自己可以激励自己的 而不是期待别人来激励他的 因为别人永远都不了解 我们自己内心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这么 有一位这么好的老典安师院长 甚至负责群 他已经是国宝级的 我们到场的国宝级的 各位情节 真的我们有这个荣幸哦 在我们正宏佛院系列之下 我们能够随着老典安师一起修半道 然后接下来的张典安师 现文典安师能够带领着我们大家 还有很多位典安师为我们曾经 就是帮助我们 甚至以后会一个接一个来帮助大家 这些 这一条金线我们绝对不能够忘 而且我们真的要 知恩之后我们一定要感受在内心里面 我们用行动来报恩 所以你们在那儿啊 现在还不能够 我们还不能够去嘛 因为有很多的疫情的关系嘛 那我们你们现在就是要每一位呢 能够做的就是互相的打气 互相的鼓励对方 而且真的要任理时修 然后好好的修正自己的脾气毛病 各位前写 我们可能就是一颗佛的种子 以后要到可能大陆有好几个神啊 任了一个神都比台湾大 你们可能就是佛的种子 要到散播到世界 就是到大陆的每一个地方 所以为自己准备好 准备什么 准备自己内心 所以为什么先佛这几年来 都会顾本图强 其实真正的本就是自己的心 我们的原心不变 我们就又不断的在发心 因为有所体悟 体悟到众生的不容易 体悟到身边所有浅显的不容易 体会到众生的需要 然后隔前我们就不断的在发心 不断的在发心中 那就是另外一个愿力 所以佛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多的愿力呢 他们的愿无始无终 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众生的需要 我们也是在走这条路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一定会有所谓的喜怒哀乐 没关系 我们任何的情绪都是理所当然的 遇到事情一定会有悲 一定会有喜 可是不忘记自己 要鼓励自己 还有中庸说的 发乎重解 我们为之和 各位前写 我们把它发刚刚好就好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 道理是要用在生活里面的 不要在家里面真的行霸道哦 然后呢 脾气毛病一堆 各位请先生 现在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血量 尤其家人 我们要更善待我们的家人 所以要善待家人之前 先善待自己 所以开始我们要来看发心的重要 上天取的就是我们人的一颗心啊 你这颗心是天心 人心甚至血肉心 老天都清清楚楚啊 所以后学 用了普贤 菩萨 就是发心之后一定要有行动嘛 你看普贤菩萨就有十条大院了耶 后学已经把那个图案 给大家看 让我们一起来看 礼尽诸佛也是其中一个愿力 所以 先佛说啊 人有三分心啊 先佛祝你七分意啊 可是现在呢 各位前显 人有一分心 上天祝我们九分啊 这是老师 在这几年跟我们说的 所以我们何其荣幸 能够遇到三朝大开普度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翻转我们的命运 把我们六万多年来的业力 可能在这一世修 这一世都要偿还清除 那唯有呢 唯有 唯有我们的愿力 才能够抵我们的业力啊 所以好好的 仔细琢磨琢磨这一句话 那修到半道呢 我们学佛 我们是不是都在学佛 所以我们行的是菩萨道 我们要学佛 不断的发菩提心 那个菩提心呢 一发 各位前显 你就是在发光了 那人能够活到发光 那是多么不可思议 多么不简单的事啊 所以只有一心向道 上求佛道 下度众生 你们一定说 那怎么可能啊 现在经济啊 经济也不好 什么都不好 各位前显 甚至还被隔离 各位前显 隔离其实心是没办法隔离的 所以当我们被我们这个肉体可能被隔离 可是我们应该要好好地研究一些道理之外 多听一些演讲 好的演讲 然后呢 其实让自己的道念 让自己的理念更纯正 更清楚 然后呢 其实就是一心向道 那如果我们都在上班当中啊 在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一心向道呢 记得 我们其实 所谓的求道 求道就是 发现了我们的良心 就是我们的天理良心 那良心是骗不了自己的 因为我们说错话 做错事 自己的良心一定会知道的 所以呢 凡事问问自己的良心 当你每一天都能够 养不愧天 抚不作地 还有 你能够 能够问心无愧 相信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定能够一觉安眠了 到天亮 所以呢 我们今天都在上求佛道的人 那佛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救度众生 这件事情 所以 或许读过一本书 一本书 他说仆人啊 其实我们都是 众生的仆人 那仆人 既然我们都是众生的仆人 那我们还有什么好傲慢的呢 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呢 其实把我们的会的能够利益众生 这是比较重要的 那霍雪 觉得他这边有 霍雪有说自己举例发心的因缘 其实霍雪从15岁进入道场 然后上就开始 因为16岁开始就开法会 还没开法会之前 霍雪就开始上西名班 然后接下来就自上班 在上自上班的时候 霍雪就已经在学习 西名班的辅导讲师 就是辅导员 那时候不敢说辅导讲师 就是辅导员 所以叫唱善歌啊 所以以前啊 霍雪还记得 刚进入道场的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善歌 你们如果心情不好 真的唱上善歌 因为你发现 佛就在我们内心里面 佛就在我们左右 然后呢 上陪德班 上网陪德班之后 就去当山财了 然后当山财的时候呢 就开始可能就住大庙 刚开始住佛堂 然后就开始住 大庙盖好之后就住大庙 然后大庙住了之后呢 就逢玉我们老前人 就白水圣地归空 圆满成道 后学我们前人呢 不休息菩萨 就叫我们去住他老身边 就是玉龙 就是这样一个辗转的姻缘 然后呢 在经历了十几年 十五年的一个山财的生涯 后学呢就开始 进入我们道场道场当中的从基本开始学起 就开始就开始继续未完成的研究班 然后研究班上网之后讲陪班 然后前依照前人老给后学的指示 就是当讲师能够带听宣话 后学其实一路走来 没有很特别很多的显化 后学只知道傻傻的根 因为有一天晚上 当山财的时候那时候前人老还在世 有一天晚上 前人老或许在跟前人老 因为他老十二点多的时候醒过来 然后就有一点睡不着 后学就陪在他老身边 然后有一个前嫌 就去准备一些饮品之类的 给他老住眠用的 然后后学就陪他老在床边 我们在聊天 然后后学就问他老说 你老什么叫疗愿 我就问了这一些 后学一直想问 可是没有人可以问的一个 好像机会抓到了 结果后学就跟他老聊起来了 然后他老就跟后学讲一句话 后学也把这句话 送给大家 他老说 你什么会都跟 什么会都能够跟得上的话 以后荣华会你就跟上了 而且我们修半道不就是这样吗 该出现的时候就出现 该为自己争取了愿的机会 奉献的机会 我们就让自己能够有机会去了愿 了愿当中也在修道 也在宵夜 也在聊我们的夜 所以就可能慢慢在做事情当中 这一路上辗转已经三十几年 后学还不晓得已经有那么 已经有到三十几年这样子一个历程 细数一下在可能一两年就四十年了 后学发现原来发心是很平凡的自己 然后呢在看每一场活动 跟随在每一个点人师也好 或是所有包括现在的老点人师身边 后学总觉得就是不断的去体悟 不断的去看到自己内在的起伏 内心的起伏 然后去降服他 然后去导正自己的内心 原来我们就是在发心了 后学今天才正式了解到自己 原来这个叫发心 让自己的心越来越明亮 让自己能够选择自己应该选择喜乐 能够让自己快乐的一个 为自己所处的环境 让自己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后学觉得这就是不断的在发心当中 最大的一个 后学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然后呢 这只有在修行当中 这只有在修道当中 参与半道之中 还有参与所有的任何一个活动当中 所不同的发心 所以我们都在串联每一次 每一个moment 他的觉悟 他的发心 每一个愿力 不断的串联 简称 就是让自己在每一个大大小小当中 不断的感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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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感恩 感恩当中呢 串联的就是我们的愿力 然后呢 你说 你有赚了多少钱 跟各位钱报告 后学觉得 就像老师说的 入我们则啊 不贫 是这样吗 出我们则不负 后学觉得好像 这一年多来啊 也没有缺到钱 然后也没有 也没有 很多 好像欲望变少了 可是你这是不是发心 后学觉得是发心的 因为所用的东西 本来就有的 所以后学还记得老钱人 他老人家白水生地 归空的时候 他老的衣橱啊 他的衣柜 总是那几套衣服而已 总是那几个长袍马挂而已 而且几件换洗的衣服 非常简单 那我们为什么不要把自己的欲望 越来越减少 让自己够用就好 这是后学很大的一个心得 跟大家分享 所以发心 愿力与发心 源自于相信 后学就是因为相信 道真理真 听命真 相信 道得太尊贵了 让一个很平凡的人 我们都有了愿的机会 然后我们都有能够跟大家广结善缘 能够宣缩自己的正面的 一个态度 一个方式 一个理念的机会 这个都是因为源自于相信 然后只有道场提供了这样子 非常好的环境 有缘啊 有愿才有缘啊 所以当我们发出这个愿 我们就能够广结善缘 或许就是我有这个愿 所以蓝讲师呢 真的是不厌其烦的一直问我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堂课吗 或许现在法尔很感恩蓝讲师 如果他在现场的话 真的要感谢他 他真的不厌其烦 其实后学很想跟他说 因为实在太忙 可以找别人吗 可是后学这句话就出不了口 因为原来是跟大家有愿啊 或许我们有相约 累世 我不知道几辈子我们有相约吧 所以后学今天来聊这个因缘 然后自助方能得到人助又天助 而且这一篇这个资料呢 这一份资料呢 不是只有后学的能力 自己很多人给后学这样子一个建议 也感谢在此也感谢那几位帮助的一个前嫌们 谢谢他们给后学这么好的资料 然后你看哦 愿大力就大 所以后学不敢说这个愿力有多大 只想能够把今天这堂课大家有所体悟 所以呢助力就特别的大 那今天呢跟老点儿师请假 也很容易的就请过了 所以借着愿力超越业力 那后学有一句话想要跟大家分享 佛利亚无法抵业力 他没有办法把业力消除 只有愿力才可以冲破业力 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 然后在佛前表白啊 永不退转的愿 所以白水圣地慈悲在世的时候有说过 当前方好像没有路可以走 各位前嫌 考改掉 等一下我学会把完整的资料给我们栏讲师 当前方没有路可以走了 已经都没有路可以走了 唯有感恩与忏悔 真的只有这两件事我们能够做 老天一定会为我们开路 因为我们感恩 我们忏悔之后 我们懂得感恩了 老天一定会帮我们开路 只是因为我们决定好 好好的重新出发 所以佛前呢 从发心愿非常的重要哦 发愿来人间是为了打帮助到而来 不要忘记了 而非为了考到而来 这一点我们真的要清清楚楚 然后这句话 要死在道场 不要死在病床 真的 老师不是说吗 宵夜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在道场 一个就在医院 各位前行写 选择权在谁 在自己 所以我们好好的努力哦 什么叫道场 只要内心有众生 内心想要修道 内心想要利益众生 然后内心想要好好的 就是改变自己 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先从好人做起 然后接下来成为君子 成为圣贤 这个都是道场 所以在家里面 也是你的道场 然后人生最痛苦的就是遗憾 而不是生病 所以但愿我们此生能了无遗憾 这是我们可以互相鼓励的 真的人活着有遗憾 太可惜了 何况我们来人世间短短 才几十年 我们真的好好的要来 好好的珍惜 那我们要如何 那个能够发这个心呢 发菩提心 但愿众生得理苦 这是给大家一个 也是给后学 一个提醒 然后一个建议 不会自己求安乐 所以上成佛道下化众生 贵心 这个比较常看到 然后我们最不简单的就是 我们的地藏王菩萨的愿 发地藏王菩萨的愿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这是多大的愿力 所以为什么 当你发这个愿的时候 所有老天 为你照亮你的前路 所以老前人 在归空的时候 世界各国有很多道器 梦见我们老前人 他人家就讲了这段话 但愿祭我治 何须求我生 所以老前人的愿力是什么 志向是什么 老安少怀之外 他老希望 我们这个世界成为 莲花帮 世界大同 要成为世界大同 是不是要先从自己的小同 自身做起 所以当我们遇到考验 可能看到不顺眼的时候 先反省自己 我做错了什么 我说错了什么 我是不是用错心了 这是我们可以互相鼓励的 然后送佛送到西天 记得我们所引进进来的人 真的送佛送到西天 彻底成选我们所度过的人 还有淫恶阳善 包容别人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上天堂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而不要一直在背后说别人是非 然后前面 就是前后表里不一 各位前前 这种人真的是最可恶的 那也是在道场所不能够容许的 那我们道场 道教我们 无所不包无所不容 学天学地 各位前前 我们真正的圣德 圣德才能够合天地 我们从自己 不要认为只有那些成仙做佛的人做得到 其实他们都是凡人开始修成的 真的再次的提醒大家 那我们要发什么心呢 发四五量心 就是慈悲喜舍 那行诸佛菩萨的慈心悲愿 可能讲起来有一点遥不可及 其实从我们生活中是最简单的 当我们看到别人好的时候 甚至我们的家人好的时候 随喜 这是慈悲喜舍里面其中一个 那我们前老常说的四五量心就是这一个 然后呢 护持正法 我们一定要为道场 为这个道 护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护持者 所以呢 只要有人说道不好 你一定要告诉对方 不能放道 道是最完整的 是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 真的要警惕自己 我们是代表着道 那再小一点 我们代表着八一从德 再小一点 我们代表着正宏佛愿 再小一点 各位前前 我们代表着我们所有的 所有我们的经线里面的经历 还有我们的饮宝师 那最小的就是家人了 所以各位前前 到自己 我们都要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我们要护持的是正法 所以有一句话说道在圣传 修在极呀 真的 我们今天能够得文大道 就是能够身上了解三宝 三宝的作用 我们就要好好地陪得 得由人机命由天 这个就是我们要很刻在心里的 真的到在圣传修在极 得由人机命由天 我们尽心尽力 所以前面有一句话 死在道场 死也要死在道场 这是真的 我们内心有道 以后你不成圣做佛 都很难 然后有 接下来 灵教老生入地狱 不把佛法当人 各位前面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 这个意思呢 就是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绝对不能 对人情的关系 人情的关系 然后呢 然后把道 当成人情了 各位前前 这是最不可取的啊 虽然一切有老天平定啊 可是啊 人 人啊 要照口业是很快的啊 所以我们要如何 包括候选都要警惕自己 我们真的 如何 把这个道的殊胜 表现出来 而不是很 因为个人的私利 私情 而把道 当成人情啊 这个是真的不好的 所以 今天呢 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这句话 可以去百度一下 或是Google一下 都可以看得到 真的 你看到这个老生啊 他在修行者啊 他说啊 我宁可入地狱 也不要把佛法当人情啊 见脉了 所以记得这句话 然后鞠躬尽瘁 是死而后已啊 不求有功啊 但求无过 这是我们白水圣地在世的时候 常在告诉我们的 当时我们当山财的时候啊 浅浅浅浅雪在浮山 进进进出出 只要觉得需要充电的时候 他老人家还在世的时候 我们都会回去浮山 然后住几天 常听老倩讲这句话 哎呀 你们当山财啊 但不求有功啊 但求无过啊 出去都只当人家服事者 所以前前后学 紧记这些心啊 紧记这些话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啊 所以三财他的书 甚在于可能万人之中才一个 可是啊 我们修行在个人啊 我们自己要真的很清楚 所以老前人啊 每次耳体面命就告诉我们 不求有功哦 记得但求无过 所以无名也顶天立地 所以呢 到最后来不休息菩萨身边住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真正的圣贤先佛啊 不是要有名 有名无死更可怜啊 即便无名啊 他做为众生做牛马啊 也顶天立地啊 所以这是多么棒的一个愿力啊 所以发心这个 还有愿不能了 难把相反 虚立愿了愿 各位先生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这是先佛啊 一直在告诉我们 所以 后学到这边想请问 因为刚刚一直一味的 只是在传题讲课 想请问大家 到目前为止听得懂吗 听得懂 会不会太小声 会不会太小声 可以 很好 可以哦 OK 后学来继续哦 因为 时间好像也不能太晚 对不对 所以后学尽量 把时间 缩短一点 所以 在这提醒大家 愿不能了 难把相反 这是先佛 不断地在告诉我们的 我们有力的愿 我们就去做 什么叫做了愿呢 后学不是有问过 我们不休息菩萨 在三更半夜的时候吗 阿老说啊 你有心 你就继续做 一直做 你没有心了 代表你这个愿已经了完了 各位先生 那我们有心 又有想法的时候 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了愿 然后选择利益众生的 你的路就越走越宽广 然后了愿了业啊 不但要自觉觉它 更要觉醒圆满 所以我们在走 了愿了业这条路 记得 己力才能够立人 你能够自觉 你才能够帮助别人觉悟 觉醒 所以一切呢 在觉当中呢 在行当中 力求圆满 所以不凸显自己 然后也不要 所以为什么 有很多人说啊 缩小自己放大别人啊 这个时候就是要降服 我们傲慢的心啊 所以第三点 尽能是方能听天命啊 勿受到考验就退缩 各位先生 你这句话非常好 我们今天 在疫情当中 我们可能 有很多的限制 可是我们一切精神事 我们 所以君子 拘役以示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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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一样照常 可是我们内心 寒荣的就是我们的道念 不断的在寒着寒荣着 寒内敛着我们的道念 各位先生 一切听天由命啊 而且最重要一点 只要我们把持住 勿受到考验就退缩 这就非常的 非常的不简单了 所以如何不退缩 我们才法履地啊 我们真的伴侣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小看 我们身边 有一句 别人可能一句正面的话 鼓励到了我们 我们感恩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老典人师 最近常跟后学讲一句话 后学常听他老讲一句话 受人点水之恩啊 当涌泉以报啊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不要小看 对我们好的人啊 我们要涌泉以报 而且甚至要怀念 甚至要存在心里面一辈子 然后所以接下来 你看到 勿受到考验 就把凌云壮志 一旦进覆换海 相信各位前前 这么不简单 在线上就有六十几位的朋友们 我们这些凌云壮志 我们曾经可能在开完法会啊 或是任何一个活动结束之后的 那种发心 那种热腾腾的满腔热血的 那种悼念愿力 各位前前不要忘记了 所以先否常告诉我们 保持出发心啊 永保出发心 沉道有余啊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当初 那一股非常热忱 热忱 想要玩 想要去进行的心 一直保持着 我们 你不断的保持着 不断的付诸行动 把它放在生活里面 把它把道放在生活里面 把那股热情放在所有能够见到所有人的广结善缘当中 能够广结善缘当中 把它转换成广结善缘当中 而且你们就是在真的是 人家说的有一句话说我们老天上天的银行啊 我们就会真的是舍一得万啊 所以不要小看 我们每一个人在历经沧桑面目飞的时候 清风揉水啊 克刚回啊 且将有用供之上 但愿完食发光辉 有一天 我们虽然历经了沧桑啊 我们的可能岁月的累积啊 岁月的不断的摧残 我们可能面目有一点走样 有一点 多了几条纹路也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让自己的心变柔软了 各位清贤 你让人家感觉到如木春风 喜欢跟你在一起 你就是一个发光体了 所以我们只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吃的苦也好 所经历过的磨难 我们都希望让我们身边 可能还没有点头的玩食呢 他们也在发光啊 所以这个功夫就凭我们日积月累啊 有句话说滴水能够穿食啊 我们就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日后必定会有用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了愿 或许截取了几段文字 我佛老师慈悲勉励我们 无图啊 在生命中的每一个转折处 皆由所领悟 在无奈中学习宽恕 隔禁 我们仔细看这四句话 因为都很贴切我们此时此刻的心境 在无奈中学习宽恕 相信大家无形当中也在做这件事 在承担中学习付出 有没有 后学要讲 在线上就有很多位前写职的后学 为他们鼓励的 在普通的在承担 他们可能学的还不够 学的还没有很完整 后学讲的是道场中的 那天性本具主的万法本具主的 那我们另当别论 可是道场中的代人 也好或是领导别人也好 或是在讲道当中的一些 他们不怕自己不足 还愿意承担起来 后学觉得是打从内心里面去佩服的 在执着中学习让步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在修行的路上 会让自己越来越变柔软的一颗心 因为我们学习 学会了让步 我们学会了忍让 我们学会了宽容 我们就能够无所不包 无所不容 然后在最后一句话 在挫折中学习坚持 这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就是在学习坚持 坚持什么 坚持那一份 那一份我们曾经跟老师许下的愿力 我们跟前显许下的愿力 还有跟自己许下的愿力 我们都要学习着坚持 因为前路只有自己去走 别人是没办法帮我们走的 所以在疗愿当中 我们可能想很多福 享福即消福 受苦即了苦 吃苦即吃补 各位姐 有没有看到这几句话 觉得很 好像 好像有一点感受 可是又好像有一点 不太想接受 因为享福很好 可是在消我们的福报 受苦好不好 当然不好 可是 先佛在告诉我们 就是在了苦 那吃苦好不好 当然很苦 可是想不到吃苦就是在吃补 在强壮我们的内在的坚忍不拔的毅力 我们坚持了愿的毅力 然后不在是非对错当中打转 是非对错本因忍而异 没错 因为每个人的解读 还有解读的角度不同 我们看到的层面不同 然后看到不同的角度 我们不能够轻易的为别人下了评断 因为每个人都在成长 每个人都在改变当中 找真实不变的内在心里 所以我们用佛性看人 绝对错不了 记得用佛性看人 而不是人性 人性容易有是非对错 容易有比较 可是佛性真实不变 就是佛性 我们用佛性看人 绝对错不了 记得这句话 所以当你起烦恼心的时候 你就检视自己 我是用佛性看人呢 还是用人性 人性就是个人的主意太强了 执着 执念太强了 那苦的是谁 只有自己 别人还不知道 所以不在庸俗的外表争斗 我们都不要在庸俗的 只是吃喝玩乐 表面上的开心 在那边争取而已 在斗来斗去而已 这些都没有必要 所以庸俗是什么 包括名、利、权、士都是 所以我们记得这些 所以疗愿还有一件事 有事尽公益 无事尽公然 相信各位先生 目前在厦门也好 在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近江 或是在哪一个地方都好 有没有深深的发现到 有事尽公益 无事尽公然 这十个字 倒进了很多的心声 所以以后 真的开通之后 我们办任何活动 为自己争取机会 有事尽公益 记得这句话 自己争取疗孕的机会 自己创造疗孕的机会 不要去等待机会 所以现在你们在叙事待发 你们现在都在准备当中 你们都在 你们也都在修正自己脾气毛病的最佳的时机 不要错过了 因为接下来就是要真的活动会办不完的 所以在地心下气当中呢 有时亦要当仁不让 我们不是一味的地心下气 我们该我们站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承担起来 所以第五点 承惶承孔的心 全力以赴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又再来一次的 各位牵线 如果欧学今天 讲这堂课 真的也战战兢兢 承惶承孔的心 欧学只希望能够 在可能在叙述分享当中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每一句话都能够 不要误导了大家 希望大家折善固执 还有希望大家折取有用的 放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甚至把它发挥出来 这个后学今天就很感恩了 然后一切尽心尽力 养不愧于天 抚不作于人 这个就是非常不简单的 每天这样做 你不成佛都难 第二点 我们在留言当中 岂能尽如人意 所以老师告诉我们 但求无愧于我心 勿执着于功德相 不会说他做的比较多 功德比较大 他说的比较好 功德比较大 没有这回事 所以有很多成仙作佛的 成为天仙真仙的 都在厨房里面的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六祖会 他是不适智的 可是一心一意 做什么事情 都是符合自己的方寸宝地发心 就是道心 是没有变过的 人一旦天心 天心就是底心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 真的就是简简单单 做就对了 做对利益众生的事情就对了 这个时候真的就会 把繁杂的人事物 繁杂的生活过得简单 这个就是有智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各位亲眼看到最后一张了吗 这一张结语 代表着我们等一下就要 就要说再见了 行尽世间天涯入 唯有修行不误人 大家认同吗 应该认同 后学非常非常的想要跟大家讲 只有修行不误人 只有修行能够让自己开心 只有修行能够让自己远离 是非之地 只有修行能够让自己 离天堂越来越近 只有修行能够让自己 做一个发光的人 不是为了发光而修行 而是因为修行 它亮度就越来越亮 所以第二点 有恒有成 恒成不变 恒成不变 这四个字 非常的棒 或许看到白水圣地 不休息菩萨 包括我们现在的老点人师 恒成不变 真的 非常的不简单 而且始终如一 不变初衷 这个成佛并由于 在场的路 皆有尽头 各前前人生这条路 人生这一条路 我们人生的生命的价值 有没有价值的这条路 它都是有尽头的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所承受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心念的转动 所创造出来的 所决定的任何一个决定 都是关乎到自己 有没有价值 这件事情 我们的这辈子 生命有没有价值 这件事 所以千万不要回头 因为 什么事情 都是回不去的 我们只有往前 包括我们时间也在往前 岁月也在往前 还有 我们人生这一条路 本来就是弯尾 可是我们的灵性 是不生不灭 那真正的生命价值 是我们这辈子 让自己提升到什么程度 我们下辈子 趁愿再来的时候 或是代业往生也好 我们都在那个程度了 所以我们让自己创造 此时此刻的你 我们在创造的是自己生命的价值 我们不会因为疫情 灰头丧志 我们不会因为疫情 然后让自己停止学习 我们不会因为疫情 让自己内心对很多东西充满着 非常悲观的看法 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 因为疫情 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韬光养晦 如何让自己的前路 立下更大的更好的目标 更完整的目标 然后如果你今天还没有 还没有真正可能跟众生断姻缘 还没有走持栽这条路的割浅前 可以的话 尽量让自己每天都吃一餐的素食 好不好 然后因为生命的价值在于每一个决定 那你决定对了 你的价值就会不一样 所以尤其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不断的在省事当中 记得回头 是没有路可以走的 我们在往前 所以过去就是过去了 所以佛说三心不可有 过去心包括现在心 包括未来心都不需要 我们只要跟着走 跟着什么走 跟着道走 道这条路是无限宽广